早上好 今天是周三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那之前呢有很多小伙伴就是问怎么样旅居的同时有平衡工作呢 所以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起我工作日的日常 然后顺便回答一些之前Q&A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关于工作上的问题 今天的早餐点了我最爱的Joyne的Juice的果汁 然后一个鸡胸肉的三明治 说实话从今年开始我基本是没有怎么自己做过饭 一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做 二呢是因为我做饭也很难吃 所以我来得去做饭就是重点吧 然后我的冰箱是完全空的 可能只有一瓶橙汁还有一瓶酒 上一次清洁阿姨过来的时候呢 看到我的冰箱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很惊叹的说你是怎么过日子的亚姑娘 有一个朋友问如何旅居和工作同时进行 那我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旅居的状态 就是我这次回到冰箱之后没有租房子 然后没有任何长期的合约限制我 随时可以拎包搬家走人的那种 那过去两个月呢我就真的是一直在搬家 换了七八个地方住了吧 就一直在住Airbnb民宿呀什么的 那我现在呢是住在我朋友家 那之所以选择旅居呢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到处跑嘛 伦敦的房价是很贵的租房一个月房租两三万块钱加上水电费什么的 呃其实并不比住Airbnb便宜呃可能更稳定一些吧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一个月有两个星期不在家 其实房子放那里还算是蛮浪费的 而且出去旅游也是要找地方住的嘛 所以其实呃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划算 然后加上租房都是要欠比较长期的合约的嘛 所以我也不确定就是半年一年后我还想不想住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这一个旅居的状态可能对我来说是更加适合更加呃理想的吧 收入的话是因为我每天都有工作的 因为我现在是两份工作嘛 一是我有自己的品牌二是我是一个博主 那大家可能看到的视频都是我在旅游 是因为我只有旅游的时候才会拍内容 我平时工作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拍的呀 不然就不用做事情了 那这两份工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flexible的 因为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我就是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我要确保我的工作是非常flexible 然后可以就是呃就是线上工作的 那虽然这样听起来是还挺自由 但是呢我的工作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就基本我全年无休每天都在工作 就甚至可能有时候我在旅游的时候 你们看不到的是我经常还会手机上面去回复信息 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吧 就是不是说只有光纤的那一面 对那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平时工作的一个状态 然后平时都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里呢就是我平时做着工作的一个地方 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复邮件 然后回复信息做一天的规划 还有to do list 因为我就是每周定下一周要做的事情 然后每一天定第二天要做的东西 所以每天早上会先起来看一下今天要完成什么事情 不然我会容易拖延 那因为时差原因我一般是上午忙品牌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可能需要跟国内的小伙伴对接 下午呢做英国这边品牌的工作 以及就是做内容 解释评呀拍视频呀 然后拍摄呀什么的 品牌的话呢因为Azureira在国内国外都在卖嘛 国内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team 他们就负责每天的处理订单呀和工厂对接呀 然后包括我妈妈和我助理 就是他们之前在我们比较忙的时候 也有一直去帮忙就是熨烫衣服呀 然后质解呀 然后再包装好寄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很支持我创业 就做事情还都是蛮用心的 那我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之前回国五个月 基本吧国内要做的事情都做的差不多了 磨合的也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都比较简单 我只是需要做一些就是决策性的东西 Anyway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上午的话呢要确认就社交媒体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要跟设计师对接我们抽冬的新款 然后还有淘宝上新的 还有很多嘻嘻巴巴琐碎的事情 那下午呢我有一个拍摄 可能要工作到六七点吧 我坐这个地方对面就是办公室 哎要是有帅哥都好 这样子我工作效率会大大的提升 嗯可是都是往头 我刚刚从健身房回来练了一个小时的腿 嗯最近去健身房的频率高了起来 因为前段时间就因为旅游嘛到处跑 就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固定的去健身 然后上一个星期呢 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打了一个赌 就接下来两个月 他每个星期要去五次健身房 然后我每个星期必须要去三次健身房 然后最近呢就是每天都有在去 就是去练一个小时这样子 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健身的时候就是从工作中抽离出来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break 然后下午的那个效率会更高一点 然后现在我点了午餐 最近有在控制饮食 点了牛排跟蔬菜 然后点了一个鸡胸肉 还有一个三文鱼 超级好吃的 之前有段时间我控制碳水嘛 然后效果特别明显 就一个星期吧我就不怎么水肿了 而且就整个人看起来就紧致了很多 然后呢后来我回来以后 就是又忍不住开始吃面 所以呢最近我就是想说 健身家控制碳水 太好吃了 最近呢也开始看老邮寄了 好喜欢啊每次吃饭都看它们 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 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的一瞬间 是因为什么促使自己长大的 今年开始我觉得我的目标更加明确了一些 可能就是过了那个迷茫的阶段了吧 生活上的话呢我觉得我以前习惯心很多事情看表面 但是过去一年我都是有在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聊天嘛 现在我会比较习惯去看更深层一点的原因 然后我也接受了就是人性是很多变的 然后也更能理解了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做的一些 看似愚蠢或者错误的选择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焦虑还有恐惧 然后当了解了这一点 我觉得我更有包容心 更有同理心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大的标志吧 就是看事情不再是非黑即白了 然后过去一年因为真的发生了蛮多事情的 很多很多很多 不如意的事情 很多差错 我现在呢就是 无论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都会淡定一点 都会先想OK 那现在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并不会说 先有负面情绪这样子 我觉得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面 我做的好了很多 那工作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我还不算特别成熟吧 就是我还在学习当中 今年的话在社交方面有改善 就是我现在不太会有社交恐惧了 会主动去认识别人 去建立自己的人脉 而且现在呢说话也会特别的注意 会去考虑自己该怎么样去说 让别人更加舒服 然后更能把事情给解决掉 我记得有一次工作上有些 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想跟对方吵架 但是呢 我默默的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 然后呢很好态度的就说 OK那我们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情绪上来的时候 去理智思考 我觉得那一刻的话 我会觉得OK 好像自己是长大了一点 我现在呢要收拾一下衣服 准备出去拍摄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衣柜 这个衣柜呢就是我所有的衣服了 而且一半呢是包括了我们 Azureira这个夏天的整个collection 所以呢 说真的我东西没有很多 这些就是我所有的衣服了 然后特别是在我有自己的品牌之后 说实话我没有怎么去买衣服 因为我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就很开心了 就是也没有说怎么去逛街啊干嘛的 我东西真的很少很精简 然后我经常会去做断舍离 然后这些冬天的衣服呢 是我从就是storage那边拿回来的 因为我之前把我的东西都存在仓库里面嘛 然后呢因为最近就是还挺冷的 所以我就拿了一些衣服回来 之前我拿了两个箱子就旅居的时候 其实就是装这么些衣服就够了 现在呢是下午五点钟 我有一个两个小时的拍摄 然后拍完摄呢就去朋友家看足球 今天拍穿在超级好看的一条黑色的裙子 阿卡 我现在呢到了朋友家了和他们一起看足球 今天晚上呢是欧洲杯的半决赛 是英格兰对丹麦 英国人真的特别特别激动 今天晚上街上都没有什么人 大家都回家看球了 然后张尼和他的朋友们都是球迷吧 就真的特别特别激动 一直在唱歌 你们可以听到大家都在里面唱歌 然后觉得就是挥着英格兰的棋 还蛮有气氛的 之前呢我收到条评论 就是有人问怎么样平衡生活和工作 然后其实这个是我今年一直在尝试做的一个事情吧 就是让自己生活和工作更加的平衡一些 那我现在做的就是尽量晚上不工作 然后和身边的朋友待在一起啊 健身啊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然后周末也尽量不去工作 你们听到吗 他们唱歌真的太大声了 我觉得大家在工作之余 真的是要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身心健康 就是不要工作的太用力了 对对我来说的话呢 给自己定些小规矩 比如说周末不看手机 或是不看工作上的东西 对我来说更好的能从工作上面脱离出来 最近真的超级喜欢喝金汤里 我跟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两个每次见面 就是两个人就是狂喝 然后喝到晚上就是有点微醺微醺的 今天晚上我打算也是这么 边喝酒边看愁 I remember three lives on the show Jules Romay still gleaming 30 years of earth Never stop me dreaming Etик We'll go on getting bad results He'll go on getting bad results It's coming F't ballанов Yeah Whoo F't ball's coming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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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com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